謝謝各位長官還有各位好朋友 有人說那我不退休了 我就繼續看下去 那anyway呢就是說 大家剛剛把我講得太好了 所以我還沒有做到的地方 我努力去做這樣把它做到 那至少不會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不是像這個樣子 那在座那個理副作師 就是提醒我不予餘力的前輩這樣子 他跟我有一次就說到說 老大我跟你說 我們一旦年紀大了有一個缺點 講話講不停這樣 講不停這樣 那一年我們在醫院的護理系的 護士節的演講大會的話 我們兩個一個人講得比一個人長這樣 所以這是我今天一定要告誡自己說 都不可以講太久 我想先說謝謝啦 就是說能夠在這裡這樣子 跟大家在一起這麼久 其實是我的福氣 那當然謝謝爸爸媽媽 那還有我的家人 那一直... 其實我的家人算很縱容 這大人不太管事啦 所以讓這一個人在南方這樣子 到處這樣奔波 那也有他的長處這樣 那有很多我的家人以外 那我從小到大所有的同學 那還有各位手上拿了這一本書 也要謝謝很多在座的朋友 或是現在不在座的朋友 寫了很多... 那文章看起來我都覺得很感動 也覺得很慚愧 所以好像沒有盡到本分的感覺這樣子 那anyway 先謝謝大家 因為今天我能夠這樣都是大家的幫忙 那就是說希望在這個地方再過30年 也可以跟希望續這個30年的緣分這樣子 那個Disc 那裡面的一個Disc 要謝謝宴慧老師 他帶我做這一個有關的MESR的部分 那他告訴我說做老師要先帶做個Body Skate 所以我就自己給他做了一套Body Skate 那Body Skate絕對有好處 知道我們神經科有一本書 那本書很難讀 Hear and Pod 講腦波的書 我們當時做作業意識的時候都是這樣 睡不著覺的話就把那個書看幾夜 馬上就可以睡著了這樣子 那那個Body Skate的一個好處是 你聽上去就這樣聽聽的話 不知不覺就會睡著了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睡不著的時候 倒是一個好的方法這樣子 有一件事一定要說 說這個天生我才必有用 這是我母親告訴我說 在1945年左右的時候 有一天我姐姐 我爸爸我媽媽在那個鄉下地方吃飯的時候 突然間就這個空氣警報搭坐 然後那個飛機B2時就開始來 那因為很久了 所以大家覺得那個小事情嘛 平常他們是不會動 那天我老爸就說 拖著我媽媽的時候 我說我趕快躲一下 看起來好像來勢洶洶這樣子 所以我爸爸拖著我媽媽 拖著我的姐姐呢 三個人就往附近找一個黃紅紅 躲進去這樣子 那那一天你知道嗎 後來才知道說 同一個村莊裡面 有一戶人家忘了把亮的那個白武收掉 所以美軍的軍機看到那個有白白的東西 以為是日軍的軍事訓練基地 所以嚇了啪就把那個掃的 所以我媽媽跟我說 等他們回去發現說 整個那個桌子上都是彈孔 所以我老爺能夠活到現在 可見一定要做什麼事情 包括我家大人 包括我弟弟們 姐姐們等等 所以我想在座各位也是這樣 大家可以來陪我的話 表示我有這個福氣 受到大家的幫忙 那大家一定有大家的用處這樣子 這個就要很謝謝大家的地方 那這是我能夠找到的 最早一張的相片 大概我那個時候大概是差不多 我猜差不多四歲五歲左右 我姐姐應該是小學快畢業了 那這個時間我可能還要再跟她確認一下這樣子 那這個 我小的時候去我媽媽就跟我說 我們家明亮 這樣走路不知道怎麼 都不是外套啦 所以顯見我大概在一面走一面這樣 想東想西 我媽媽就說 右膝蓋剛好 左膝蓋又摔傷這樣子 市場在那邊貼藥膏 那個貼那個沙龍趴薯之類的東西貼 那我印象比較深刻其實是 我每一次感冒的話 我媽媽就特別幫我熬稀飯 然後她就 我媽媽會把那個花生在嘴巴攪一攪 然後就給我吃這樣 那現在想一個就是說 那個公共健康絕對不通過了 但是對一個小孩子來說 喔 那是媽媽的愛心 我其實一輩子忘不了說這個樣 但是當然沒有看過我家大人這樣做過啦 這個 那據說喔 因為我們對神經科嘛 說怎麼樣學比較有效 那我就注意到有一篇報告叫做 那個 好像不知道口內還是什麼 他們把那個年輕的醫學生 他們有的生的小孩子呢 就分做大略兩個group 那第一個group呢 晚上睡覺前給他聽那個日文初步的 阿姨屋會喔 膝蓋褲子的那個錄音帶 一組沒有 然後呢 白天就把他們抓過來呢 開始叫他們日文初步這樣子 一個月之後發現說 哇 有聽了這一組喔 欸 成績讚喔 欸 但是喔 再過半個月的時候 欸 好像差不多 再兩個月以後好像沒有什麼差別啦 所以大概那時候我跟我媽媽說 你為什麼不把我省得強壯一點 他說沒關係啦 那一支炒一點路 要怎麼生 要怎麼大 沒關係 所以大概後來想到說 欸 學習我們從這個看來 就像這個 這個 Steven Spielberg在那個 啊 侏羅紀公園提到說 欸 生命可以找到出路啦 我們每一個人生命 基本上大概都是可以找到出路的 這次在那邊就想到說 我一直說 阿 媽媽把我長得很瘦小這樣子 大家猜我在哪裡呢 據說喔 據說我當時喔 我媽媽跟我說 你看 這個做人要樣子喔 所以要嘴巴閉緊 不可以把牙齒露出來 阿 所以呢 我國一的老師中會找到 有一次呢 我在這個陽明山上 牙齒露出來就會拍了一張這樣子 這是我小時候唯一一張 牙齒有露出來的笑容這樣子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那在我小學中學的過程裡面 有幾個老師給我印象很深刻 那個小學的那個邱老師剛跟我說 人家那個成熟的道子 都是往下垂的 做人要省省啦 他是這麼說的 但是我有碰到一個長輩說 走路要抬頭挺胸 不要這樣一點力氣都沒有 所以好像這個道理 都是可以有他的實踐性的 那齊治平老師呢 他覺得說那個什麼姚順 什麼天下善讓沒有那麼好的事情 他們天下善讓的是一個共主的虛位 他們自己的蜀國還是給他們自己的小孩子 所以不要太以為說以前多麼好多麼好 現在才是最值得把握的 我覺得這個講得有道理 那我時常被人家罵了說 你在說什麼 然後前言不對後語 那主要是這個老師 他得過日本的一個小說獎 他跟我們上高奧的國問課說 一句話 假如說一件事情 一句話可以講 不要用兩句話講 所以每次我用一句話寫出來之後的話 那個國問老師就說 你作文是寫什麼 為什麼上下都戒不起來這樣 大概是有一點中毒的感覺 那但是蘇老師跟我說 好好背 好好背 好像有一點道理 這個背倒是有道理 我相信這個何富座 一定以前背過很多東西 剛才在談那個藏國策 我一定說哇 這個前輩實在是好厲害這樣子 這個藏國策我這樣子 我發誓這個退休 我一定好好把藏國策拿來好好唸一下 這樣子 就這樣嘛 所以說不僅是人生無常 好像道理也是無常的 所以大概 因為這樣似乎也不需要太過於執著 這是找到第二張那個 那個是我應該是高中的 這是我弟弟明中 那我的姊姊玉花 那已經退休 明龍 那明德 我爸爸媽媽這樣子 那後來就 運氣好就上了大學 上了大學以後就有一些事情了 那譬如說 第一次我被朋友拉去爬山的時候 爬到晚上一點半才回到台北這樣子 因為那個落縫山從新店進去 我們到山腳下已經下午三點半 然後那個帶隊的人說 既然到這裡怎麼可以不上去 上去 上去摸一下這個山腳點 馬上就趕快下來這樣子 那個時候呢 當我們把那個女同學送到這個台大 第八 第九宿舍的時候 好像 我們男生還得坐那個讓他們 因為宿舍關門嘛 對不對 都會很晚的時候 在這個讓這個女學生可以這樣爬進去這樣 那是大一的時候的事情 大二呢 有一個人跟我說老賴 我跟你說 那個園藝社裡面好多漂亮的女生 我們去參加園藝社這樣子 就是後來聽那個師傅說 這個你的心念不正的話 果欲欲曲啦 就是說你念頭不正的話 做出來覺得總是不好的這樣 果然沒有醉到任何一個女孩子 這個倒是也是個教訓 但是那個同學帶我去聽音樂會 我就覺得說 原來這個古典音樂 出了像這個貝多芬這樣 像那個虎劈這樣子 一大批一大批的 原來有像莫扎特這樣很行雲流水 讓人很流暢 那時候真的印象還滿深刻的 大三說家裡被燒過一次 但是就在那個場合 我好像可以體會到 我跟爸爸之間的那種感覺這樣子 那種家人的感覺 好像在只有比較那個的時候 才可以碰得到 大師有一次烤壞了 自己算一算可能會被當掉 所以兩三個朋友 接著到這個後面去喝酒 吃東西喝酒 喝了一瓶烏梅酒 兩個人不知好歹 把一瓶烏梅酒就這樣乾掉了 乾完以後說 好像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所以就慢慢兩個人扶著這樣 終於回到自己的宿舍 但是真的好不容易 開始追我家大人的時候 當然也有一些事情這樣子 他最後這個都是跟大人比較有關係的 大一的時候 大一的時候去爬皇帝殿 大二的時候到附近的山上 在這裡的話就是已經有兩位同學不在了 所以覺得說能夠活著真的還是一件好事情 那這一封我還是放在我自己的那個玻璃板上 總是天天看一下 當時實在看不見了 但是想說既然女朋友送的當然應該放著 看久了自然就看懂了這樣子 當然是我家大人的手筆 那個手書還 我只是沒有辦法把它Copy出來而已這樣子 所以我那個同學很生氣 他說你怎麼可以跟蕭美玲訂婚 我先認識她的 為什麼你可以先跟她訂婚這樣子 然後就結婚 然後這個前輩人講的好像有他的道理 不過現在有這個所謂的新版的 那之後的話就是當兵 然後我記得那個大女兒剛生的那一天 喔 很興奮 那剛好在門診 就覺得說做了爸爸 人生更有意義 要更努力 要更奮發這樣子 那個印象很深刻 那兩年後信心又出來 又覺得說 這樣的話覺得這樣 人生到家就真的很放心了這樣子 第四年其實考過中德文經學 後來沒有出去 那到了遇歇而略 到了South Carolina那邊去進修 那之後我們這邊開始 那就回來 這中間的話呢 就是這是營營 這是信心 我們大概在1986的時候 那幾個爬山的家族在農曆年前的話 在家裡這樣聚餐的時候 是很珍貴的一張回憶的相片 我一生只有這個時候拿過獵槍 人家說放下塗刀立立成火 放下獵槍立立成火 我其實沒有打到什麼東西 還不小心啪啦 按錯那個板機 害了夥伴跑過來說 打到沒有 打到沒有 我說沒有啦 我不好意思跟他說出誤扣板機 我都沒有打到這樣子 就是一輩子只打過那一次了 最近不是有一個片人叫卡諾嗎 就說必須要打釘子 打釘子的話木瓜就可以填 那說一個木瓜園裡面 20棵木瓜樹 你只定19根 另外那一棵沒有定的也會填 為什麼 它有危機意識 它不填一點就會被砍掉這樣子 所以現在這個大家在Facebook看過嗎 這個將大人遠誓言 畢也關其電視 封其臉書 收其電腦 奪其手機 使心如所亂為 所以百般無聊 才可以認真過日子 好像也有道理這樣子 那不過莊子一直是我很喜歡的一本書 就可以看到說裡面有很多 這個讓我這樣很神遊太虛的事情 也許因為這樣被人家罵說 都太空漫遊這樣子 那就是運氣好也長官的提拔 就這樣一路走上來這樣子 那其實很多其實都是很多夥伴的幫忙 剛剛趙老師又講得太好 我回去晚上我怕睡不著覺這樣子 不過都是很多夥伴同仁的幫忙 那很謝謝貴身兄他這個裡面 後來我去找 也有找到這張相片 那個時候在台塘的那個尖三杯 那個地方有一個小小的retreat 我們在那邊的一個狀況 那後來到慈激醫學院 那這個是我很佩服一個王端正王副總 在那個他是在師父底下的管教育的一個副總 我很佩服他是一個很公正很正直的人 那以前李明亮署長 這是邱鐵雄教授 當時是教務長 我們要做那個T-Mark的時候 他也幫忙很搭 那李明德老師大家都知道 那我就覺得說後來看一下說 那個William Osler在100年前 提到了說我們臨床醫學教育 應該去讓病人 這個醫生可以直接在病人上 得到一個成長 我覺得那個是有道理的 慈激我覺得慈激的一個優點是 他們真的讓很多學生 直接到那個偏遠的地方去 我想每個小老師也去過 在那個場合裡面 大概可以看到說 我們看到一個很不好的一個狀況 我們會體悟說 原來我們是多麼的幸福這樣子 後來那個好像是從花蓮那開始 就開始知道說 我們知識分子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我們做外科系統的比較不會 開刀嘛 總是要怎麼開 做內科系統就覺得說 這個我知道 當我們這樣子 把那個Google上的東西整理起來 給Resident 講給他們聽 他們也很高興 我們也很高興 因為我們也Review了一下 複寫一下 他覺得說 我其實沒有看過這樣的病人 我只是在Google上抓出來 給你看一下 所以變成說 好 那如果我看人家說打坐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我都沒有去打坐 我就說這個不好 這個不好 這個不好 好像也不太對 好像就是說 這是我們知識分子的陷阱 會覺得說 我知道了就以為做到了 後來就是謝謝那個大的皮箱 我們一定好好利用 過去有這麼多優良的紀錄 以後我們也會繼續 讓這個紀錄更加的圓滿 這樣 那個時候 我很少穿這麼花的衣服 坦白說 我老爸都是 當然是那個白襯衫 到了時期就是白襯衫藍色的長褲 那個賴切換教授知道就這樣 所以我們以前署長 從那個慈濟校長要去做署長的時候 我們師母只好配他到這個服裝店 幫他挑領帶 挑褲子的顏色這樣子 不然都是白色藍色 白色藍色這樣子 這個 那所以 我那時候不曉得為什麼 會穿這麼一套衣服 想說既然有這個相片 就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那個好像是顏醫師嘛 那個時候好不容易 有得了一個獎這樣子 後來2004就從慈濟回來 本來原來一開始說要再過去 後來因為沒有談妥就沒有過去 那2007年 那這個因為選醫學院院長沒有選上 那你覺得說好家在沒有選上 選上的話很麻煩這樣 我要謝謝 這個 我們的前院長幫我單下了好幾年 那個辛苦的時光這樣子 那我就想到說 教我打坐那個師傅的確告訴我說 人生不如意者沒有十字八九 人生不如意者十字要已經很麻煩了 那我們事實際上把十字要放大成十字八九 不必要 不需要這樣子 我們其實要認清楚 我們自己其實是很幸運的 那然後開始就覺得說 這個 達賴喇嘛說過一句話 我很佩服 他說一年內 應該到一個新的地方去旅行 然後一個月之內 在國內某個月 你應該到新的地方去遊玩 一天之內 你應該做一件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 你到一家餐廳去 點一家你從來不敢點了菜 那說不定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這是我很佩服他的地方 歐曼先生這個時候大概已經90歲左右了 他在1960年代在美國 這個psychiatrist精神科醫師退休之後的話 他就四處找一個說有沒有讓一般人可以認識自己的方法 所以他創造一個歐曼獨夢的一個 比較standard operation的一個方法 目前我在醫學系 一二年級開這個課 學生都還蠻喜歡的 把他在安寧病房的話 家屬的話也覺得有一點幫忙 他覺得說他當他在讀夢的時候 他覺得他自己的精神層面能夠受到成長 這個我倒是也有類似的感覺 那2006的要謝謝我小女兒 那時候去舊金山那邊再學三個月 那三個月的時間 其實是讓我覺得我一輩子裡面做學生最快樂的時候 那就不包括說我在去之前學到一個 怎麼樣把葡萄弄好了你知道嗎 要把那個汁從那個頭汁上撿下來 放到水裡面去泡兩次一次五分鐘加鹽巴 拿出來之後在那個盤子上 弄那個我們葡萄的那個廚房紙 把那個葡萄一個個放上去 那拿下來以後 那個東西可以放兩個禮拜絕對沒有問題 那我去的話就覺得說 幫幸幸弄那個是我做老爸的一件很快樂的一件事情 那也要謝謝信心的照顧 2009開了刀 大家很多人都知道這樣子 開完刀以後 他們就來問安寧照顧學會他們來說 可不可以接受訪問 我在接受訪問我就跟他說 我這個事情從此不做 那個事情從此不做 這個也不做 那個也不做 我從此要做一個白丁的生活這樣子 然後《煙幽在耳》你知道嗎 那本他們不曉得刊物出得慢 過了快九個月才出來 那個時候我就拿到那本書 我一看說天啊 九個月前我是這樣信誓旦旦說 不做這個不做那個 我已經把很多事情接回來做了 所以人類是很容易遺忘的動物 所以一直要告誡自己說要注意 一定要信誓旦旦 守住自己的誓言這樣 這個齁 那個時候想說 我真的是 那個大概是所謂的職業病 那個拿到那個片子的時候 我還跟那個技術員在聊天 我跟技術員說 那個片子可能有問題 那技術員拿起來說 那是怎麼你的呢 我一看說 真的是我的 當時的第一個念頭 奇怪的從第一個念頭 這一刀大概是跑不了 後來果然當天校他們把那個張漢育教授要謝謝他 他在趕快討論把他抓出來 張漢育教授一看說 老奈 這兩 這些灰線矮 沒有什麼其他 你去做個PET 沒有就開刀這樣子 後來當然經過一些波折 但是後來真的是灰線矮沒有錯 所以我們那些老生港真的是有他的功夫這樣子 那個時候只覺得說這一刀灰開不合 到了 做完 那個要謝謝明德 他陪我這樣做了幾次的這個化療 那那一天終於結束 我們選在聖誕節那個晚上 回家 回家以後 我就想說 欸 這個讓我這樣子開了刀 然後這樣子難道只真的只叫我說 這一刀是灰開不可嗎 好像 對一些生命的想法上 就有一些更進一步的思考 那有一位前輩說 事情發生的話 對你來說都是最好的 大家今天坐在這裡也都是最好的 因為可以聽我胡說八道 說不定可以想到一些什麼事情 也大概都是不錯的這樣子 所以事情會發生 動漫來說對我們都是最好的 那這裡面有一些思考 就包括親人或是過去人的去世 然後到自己生病的時候就會覺得說 那我們這一輩子到底是真的是 為什麼要過這一輩子 那在我媽媽去世的時候 後來有燒到一些色力花 所以那個時候師父跟我說 你要好好念佛 你不念佛 這個色力花會沒有 我想 這大不孝 媽媽的色力花 公子到最後都沒有了花 這個事情大條 好好念佛 這是一個 然後在爸爸去世的時候 要謝謝張友恆教授 他拿那個大聖無量說 莊嚴清淨平等決定說 來 念三千遍 我就乖乖唸嘛 我就這樣唸這樣子 那時候唸到陪我小女兒 開始去考高中的時候 都繼續唸 那時候有一次一天唸二十六部 就是從早到晚這樣一直唸下來這樣子 所以好像功夫也下了一點 成果如何 就只好等以後再說了 有一個小故事 說 有一個 美國有一個家庭養了一隻狗 小孩子 爸爸媽媽都很喜歡那隻狗 後來 狗狗死掉了 所以一個心理的醫師就被請來跟那個 小孩子安慰 因為小孩子怕有那種 separation anxiety 或一些就問那個 說 你知道為什麼狗狗死掉嗎 這個小孩子一直問他的爸爸媽媽 欸 這個 那個心理師 精神科醫師來跟他談了一下以後 這個小孩子突然就說 啊 我知道了 小孩子跟這個 精神科醫師說 如果狗狗是一位老師的話 他已經身體力行這麼多事情 所以他既然已經做了 他可以這樣子平安的去世 他說 欸 那如果心愛的人回家了 我們會很熱情的迎接 不要錯過能夠出去玩的機會 謝謝李星香 然後讓這個新鮮的 我們可以去享受這個 吹到臉上的風 打瞌睡嘛 所以學生打瞌睡 我都覺得不太忍心 先吵他們醒過來這樣子 那起來之前先伸展自己一下 我一個好朋友說 當他醒過來以後 他從頭這樣摸到腳要摸一個鐘頭 為什麼按摩啦 怎麼這樣子弄一弄 一個鐘頭起來 全身舒暢 所以舒展一下好像是好事了 跑步啦 然後時場尋求關注 BMJ很有名的英國的那個 說一個人每天抱18次的話 生命有明顯的正常 現在我們對國內人來說太為難了 要抱18次你要找誰抱 這個可能會 這個也很麻煩的對不對 但是呢 當有人 觀照並且讓他們撫摸 顯然是有幫忙的 這個 如果低聲吼叫就能夠解決 絕不咬人 就是當這個對小孩子來說 如果小孩子乖的話 你就不要去打他嘛對不對 這個不要再等心理的創傷 在溫暖的日子停下腳步 在熱天喝大量的水 高興的時候就跳舞 走路的時候給自己找開心 不假裝我怎麼樣就能夠說得出來 這些東西的話 因為狗狗牠都已經知道 而且牠自己做到了 所以牠就可以平安的離開 這個是一個日本的醫師 大概現在應該是一百零幾歲了 應該是一百零幾歲了 牠就是剛剛 牠是到美國去跟著那個學校 是William Osler 台語國的學校 剛剛我括的那個的話 是從牠書上拿下來的 那這位先生呢 牠96歲97歲之後的話 牠就專門到小學校去演講 跟這個小孩子講說 什麼叫做和平 什麼叫做 peace 就是跟這個講的 所以自己覺得說 那是不是應該 幫大家多做一點事情這樣子 這個在Facebook大家可能看過 有一對雙胞胎 生下來以後 一個情形不是很好 這個護士小姐呢 就不理醫院的規定 把這兩個人放在一起 結果就發現說 不曉得還是護士小姐 反正就是 他們拍到這樣一個狀況 然後呢 這個被爆的這個 本來情形很差的呢 慢慢慢慢他就catch up 所以後來兩個都活起來 所以就說 我們現在的這個 醫療的服務上 是不是有考慮到 人性的問題 這個值得我們去 好好去關切的地方 那所以就說 到底在生病以後 到底什麼事情 對我是最重要的 當然沒有話說嘛 就是我家大人 兩個小大人 對我來說當然是最重要的 然後小大人長大了 然後接下來呢 小大人的先生 當然也是最重要的 是 然後呢 除了小大人的先生以外 加上小大人先生的 一起的小孩子 你知道這個小孩子很厲害 這個小孩子 這個去年來拍的時候 他就知道什麼叫 Conditional Reflex 所以他就把我們這個大人 都Conditionalize的很好這樣子 那每一個人都會注意到 他的這個需要 所以那個也讓我很有成就感 當我開始抱著他 然後哼著歌 餵牛奶 他就要睡著 我就覺得哇 我的真的是最快樂的事情這樣子 這個是這個小村子 那今年的話呢 更進一步 好 就是小圈 那我們家裡只要滴到他的話 都沒有事情啦 那這個 只要小圈OK的話 everything is ok 這樣 那我們就說 正常的人要呼吸 急診處的病人要ABC 正常人要呼吸 呼吸怎麼樣才算是有益的呼吸 我很喜歡這個一行禪師 然後就說吸氣 呼氣 這個是我教我家弟弟 我家明德的話 就是這樣子 你就這樣子 不要想太多 讓血壓降下來 讓心跳降下來 就是 這個有效 我在這個醫學生上課的時候 讓他們去練習這個東西 三分鐘 他們馬上就覺得很好 所以在這個功夫裡面的話 告訴大家 這是真的 就說 這個是我們大腦的sagittal section 然後這個是anterior seerogyrus 這個anterior seerogyrus 跟我們amygdala中間呢 它有相互的纖維的來回的作用 我們現在知道呢 這個prefrontal cortex 跟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這兩個地方的話呢 是跟我們的心序的平和 心序的安視是有關係的 當你打坐夠久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說這個地方的 它的cortex會變得比較厚 它的nerve fiber的那個activity 會變得比較強 這個是在2003以後 就慢慢慢慢這些data都已經出來了 Dr.Davidson是那個MESR MECT上面一個大師呢 我們跟他share這個感覺 所以呢 我就覺得說 打錯沒有錯啊 你沒有辦法盤坐的話 就坐在椅子上 只要把眼睛閉起來 就這樣想 大概就可以 這是這個 我們以為說neuron 它的connection不會改變 是會改變的 neuron的數目不會改變 錯是會改變的 只要你去訓練 它就會改變 這個是一醒禪 是剛剛教大家呼吸的那個師傅 那這個是我們上課的時候呢 除了學院以外呢 學院的小孩子也可以做 我們奉他做客座教授 他還可以帶給我們很大的 學習的一個動力 好 時間的關係 我們只是告訴大家說 Steven Hawkins是一個英國很有名的天體物理學家 他告訴我們說 什麼事情都有英國 只有這個事情找不到英但有果 只有這個事情找不到英但有果 那這個我們就把他跳過去 那這個本來想給他看一分鐘就好 我就把他刪掉 這個就是說 我們在以前神經科的時候 就是基本上的話 那個關於手的 手腳的運動的話 我們會 那他是這樣 就是說當我們說一的時候 把兩隻手向右走 當二的時候把兩隻手往上 當三的時候把腳往左 四的時候把腳往右的話 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把很多事情合起來的話 就不是那麼容易做 我去學這個東西的話 第一天吃盡苦頭 我想說我幹嘛來這個東西幹嘛這樣 這樣給自己過於不去 但是他們告訴我說 這個東西對neuron的那個有幫忙 對神經細胞的活化有幫忙 可以讓這個人少一點 變成 晚一點變成這個 Demangia 所以是值得去努力的地方這樣子 要謝謝我女兒 就送了一個這個氣功 現在每天早上做 覺得說做完以後 渾身舒暢 真的是很好一件事情 不一定這一家 但是或者 最簡單的話 你就是到太極拳那個東西 去練一下的話 你只要一招 就可以讓你真的是很舒服的 但是 這個因為它是整套的 就覺得說 這個叫做回春 重男生的話 好好學一下 一定是有作用的啦 這個是 比較早起的一個獨夢的團體 我們有很漂亮的女生 今天也有來 我一個同學 許說快樂最重要 我覺得不錯 這個我們把它跳過去 但是 Rumi的詩 我們對回教的世界的東西 接觸比較少 我去看Rumi的詩 就覺得說 哇天啊 有很多人 譬如說 我們看過 Cohor寫的這個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話 其實我相信 它是Originated from 這個Rumi的詩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類似的就是 從巴格達夢見開羅 從開羅夢見巴格達 這樣一個 祭世存在這樣子 所以這個 其實是很有趣的 就是說 我們對回教世界的東西 我們其實 比較少去了解 這個是我們可以再繼續加油的地方 人生其實都 自己有自己精彩的地方 所以 也是在Facebook上說 誰說人生是一場馬拉松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 我們有用這個 全部 開始跑以後 有人跑龍 有人跑西 有人跑南 有人跑北 每一個人都可以跑出自己一條路 就是說 人生各自精彩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跟這個世界和好的話 享受到的歡愉的話 那就是所謂的 輕輕鬆鬆也過一天 那這個悠悠醜醜也過一天 那我們就輕輕鬆鬆的過 這也是從Rumi的詩裡面摘下來的 所以應該要跟大家說謝謝的時候 我記得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到當兵的時候到南中國海去 那天晚上看到坐在那個 整個銀河就在你的頭上這樣 弦過去 那個時候我覺得說 哇 這一輩子大概真的很少 再有機會看到這個情形 所以想說 原來我們中國有很多 星秀方面的那個 就是好 東青龍 西白虎 南珠穴 北玄武 那這個東西我們太難那個 但是我們周邊有很多 我們可以 掌握得到 我們可以欣賞得到的 譬如說春天的桃梨 夏天的石榴花 秋天的桂花跟菊花 冬天的水仙花 還有各位我們在成大裡面是很幸福的一群 因為成大裡面有很多樹 是很美很漂亮的樹 那我有一次有興趣參加過一個 好像是有關成大校內植物的簡介 就話說 哇 天啊 原來我們周圍有這麼美的事情 我們都沒有辦法好好的把握 確實是有點可惜這樣子 那差不多是這樣子啦 我還是要謝謝視聽中心幫大家Copy的這一個 Body Scan的這個Disc 我們要謝謝視聽中心的幫忙 也謝謝很多夥伴 那讓我可以今天到這裡 可以這樣一路走來算是順風這樣子 那我想這個如果講的地方讓大家 聽得進去都聽進去 聽不進去 就當作春風一場 也是這樣子 那在這裡 先等一下 因為我家大人有交代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先請我家大人 沒有 我不是要講話 我在這裡就是謝謝各位這麼長的時間 照顧我家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講 照顧我們家賴明亮 那今天這個時間 我只是想表達一點點的 尤其對曾寧 曾寧跟幫賴明亮有至少15年的時間 包括他這個在生病的時候 我真的是特別感謝他 所以有一個小小的禮物要送給他 我也是有一個小小的禮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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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所 一定要所谓的带回家的讯息 所以帮大家准备了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知道了不见得是做到了 修行是有神经学的基础 好好呼吸及时修行 人生各自精彩 帮助别人就像右手 把左手的东西交过去一样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请大家尽量可以享受 这个生命的怀育 这个比较打高空一点 这个比较实际 这个比较实际 就是说天生我才必有用 大家一定有大家的长处 接下来生命总是可以找到出路的 很多前辈告诉我说 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 有人性有佛性有神性 所以不要自有也了不起 然后这个钉钉字 我们大概不要那么太严格说 一定要木挂树每一刻给他钉钉字 那但是奋斗总是需要尽力的 世事本无常 那虽然我们知道世事本无常 就像是跟大家报告一样说 即使这个世事无常 但是师父告诉我们说 借甲修真 这个无常之中 我们还是可以找到怎么样去发现 我们自己人生真正价值的地方 那我想今天很谢谢大家 让我可以在这边胡说八道 这么长的时间 那很希望在以后还是在 受到各位好朋友 好伙伴的支持帮忙这样子 很感谢大家对我 还有我们家庭 所有成员的帮忙 谢谢大家 谢谢 那个独梦团体 但是赖医师的独梦团体 要送给赖医师一束花 我们到前面来比较好照相 不过 现场 现场非常多的长官 非常多的朋友 一定有很多话要告诉赖医师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大家很多都有写在那本册子上面了 每一个今天有在场的人 都可以去领一本册子 不过你如果没有签名的 请在外面那个签名簿上签名 在成大医院 我刚刚讲 赖医师三十年一世 是指从医学院筹备开始 成大医院开始 营运的第三年 其实赖医师有一个机会回台大 他们一直拉人 一直拉人 一直请他要回台大 因为赖医师的家都在台北 他就一个人来这里 那个时候 他如果回台大 我们就倒了 我代表 陈大医院神经科 谢谢我们的师母 当时让给我们 因为当时我们还跟师母有沟通 请他让给我们 让我们今天能够成就这些事 谢谢 今天谢谢大家的参与 还没有拿到书的 可以在外面拿一书 我们有一点 有一些小点心 如果你已经肚子饿了 不过应该这么丰富 这个这么丰富的 以后会持续有 他并没有离开我们 我刚刚讲过了 我们发了两份聘书 这两份聘书的日期 都是120年 谢谢 谢谢大家